Yo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歡迎再次來到超新星系列的第七集 今天要介紹的主角是有著一副娃娃臉卻有投手哲學家稱號的男人 他從一進到職棒就用他那招牌的直球在球場上展現出過人的宰致力 在17年的亞冠賽更讓台灣球迷深刻體會到被壓制的絕望感 我個人認為,在局勢雄心前往大聯盟後,他就是日職新生態最佳的左頭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金勇生態 日文名,Imanaga Shuta 1993年於福岡出生,178公分、85公斤 是一名左頭做大的球員,手臂位置是投手 聖年職棒生涯累計94場出賽 538局的投球,36勝34敗 3.55的防禦率,送出了542次三陣 曾經入選過一次明星賽,還沒有拿過個人獎項 金勇從小學就受到哥哥的影響開始接觸軟式棒球 一路升上國中後,因為身材和成績一直都不是特別的突出 向上在升上高中以前為了準備考試有好一段時間沒有打球 在地方上沒有獲得棒球強校的邀請入學 最後雖然還是用了體育推薦資格進到了家裡附近的北竹高校就讀 但這所學校其實是一所以升學為主的明星高中 北竹高校是福岡縣的一所公立高中 偏差值是62,相當約是全國15%的考生才能考上的高中 學校畢業的著名校友多半以文人居多 像是一些藝人、作家還有漫畫家等等 而體育方面在足球和羽球在全國還有些能見度 棒球部卻和強校完全站不上邊 金勇就這樣在名校的氣氛下展開他高中的棒球生涯 因為北竹高校規定每天最晚7點半以前一定要離開學校 等於是每天下課後只有不到3小時的時間可以練球 這比那些棒球豪強名校幾乎是少了一半的練球時間 而且回到家後還要應付學校每週三次的層間考試 如果不及格的話是沒有辦法進行社團活動的 金勇在這樣的環境下雖然練球的時間不多 但他也逐漸的在球術上有了顯著的提升 並同時在學校的教育方針下也磨練出了他過人的意志力 他在高1時就成為隊上的先發投手 並且在秋季大會帶領球隊打到8強 到了高2卻在夏天的現大會第一場比賽就被call game 秋季大會也只打了3場就打包回家 身為球隊王牌投手的金勇也在這時對自己的訓練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他開始思考怎麼讓自己的投球更加有利 並且開始摸索各種的投球模式 以及要如何在投球時有效運用自己的整個肩膀 而就在這年的冬天金勇的球速提升了10公里 到了高3的春季大會 金勇在面對哲偉愛真高校的比賽中投出了一場14K的好投 雖然球隊沒能贏得勝利 但這場比賽也首次的讓金勇開始被球探注意到了 接著在後面北九州市長輩的比賽 金勇在三場比賽投出了連三場的玩豐盛 之後的攻勢戰還有友誼賽每場都能送出雙位數的三陣 他就這樣一躍成為了線內首區一指的好手 雖然沒有甲子園的出賽機會 但金勇也獲得了許多職棒球團的關注 不過到了畢業前 金勇還是認為自己和職業還是有著非常大的差距 於是在畢業後選擇進到了居澤大學就讀 而居澤大學就是一所棒球的名門大學了 著名的畢業校友有野村千二郎、曾井浩俊、大島楊平等人 可想而知在訓練量上相對北足高校增加的應該不只有兩倍 不過金勇也沒有因此在這方面感到苦手 進到大學後金勇很快的就在大一成為球隊的二號投手 並在休記就開始先發出賽 在大二時他就成為了居澤大學的王牌投手 他在大二的春季聯賽拿下6勝其中有5場是玩頭 是球隊拿下聯賽優勝的重點人物之一 而他也拿下了賽季的最優秀投手賞以及最佳9人 到了大三他更是成為了球探爭先觀察的目標 整個賽季他拿下了7勝有著6場的玩頭 帶領球隊拿下優勝並且獲得MVP、最優秀投手賞以及最佳9人的獎項 並且在後面的明治神功野球大會上拿下了2勝 投了14局只掉1分,球隊也拿下了優勝 金勇在這年成為了大學No.1的左頭 不過在大四時金勇曾因為左肩的傷勢一度錯過了春季聯賽 秋季聯賽回歸後就用時速148公里的訴求 效出了球探對他身價評估的疑慮 整個大學通算40場出賽拿下18勝 其中有15場的玩頭、6場玩風 防御率是2.04的成績 頂著大學第一左頭的名氣 金勇在畢業正年也交出了職棒選秀的申請 在選秀會前雖然每支球隊都表示對金勇有興趣 不過最後在各球團的戰力評估下 在第一輪就如外界預期的一樣被橫濱單掉指名 前預金是1億日元年薪1500萬日元 而正點的選秀會,強調前後一年的選秀真的不是選秀大年 除了比較沒有極為突出能力的選手外 還有不少選手在選秀前都有過受傷時 只有這幾位選手已經站穩了球隊的先發 像是吉田正上、茂木榮武郎、崇信聖之介還有山崎晃大郎等人 2016年球季 金勇進到職棒的第一年馬上就獲得球隊的高度期待 被排進4號先發 3月29號生涯初登板就投出7局13分的優質先發 不過卻吞下了敗投 後面的四場比賽也有著三場都是優質先發 卻一勝都拿不到 4月29號的比賽更是6局失2分14K的表現 生涯前5場先發就吞了4敗 33局的投球防禦率只有2.45 球隊卻在他先發時只幫他打下了2分 實在是有個悲情 而他也在這幾場比賽後留下了一些治理名言 像是把沒有援護當作藉口的 只有防禦率不到1的投手才有資格說 還有會善證的不是好投手 能應求的才是 沒實力的人就只能努力練習等等 就是這些經典的金勇語錄 加上隊友對他投球時的想法 而有著投手哲學家這樣的說法出現 到了5月6號他在生涯的第6場先發出賽時 投出了7局50分9K的好投 終於拿下了勝利 賽後他也再次留下了名言 他說今天我贏的不是廣島 我贏的是過去的自己 原來金勇心中的想法優質先發愛不夠 真的要50分才有資格拿勝投啊 要求真的高 在經歷了這樣的開季後 金勇也在接下來的比賽持續有著穩定的表現 並且收下了一波4連勝 最終金勇的生涯所年 繳出了8勝9敗 防禦率2.93 送出136四三陣的成績 可惜在新人王的票選上沒能贏過板神的高山俊 而這年的橫斌也在三口軍的大復活 還有統項全壘打打點雙冠王的帶領下 從去年墊底的戰績重回A段班 在季後賽上金勇也獲得重用 他在首輪的第二場先發 7局11分投出8次三陣 可惜無冠勝敗 不過第二輪的第四戰面對廣島 卻在1局被打6隻安打狂屍6分吞下敗頭 球隊也在這場比賽後無願挑戰日本一 2017年球季 金勇完全沒有出現職棒二年級的陣後群 他在這季的第三場先發 就投出了生涯首次的丸頭丸豐盛 最終成績繳出11勝7敗 防禦力2.98、140K的成績 這是橫斌繼2005年的土飛翼弘之後 再度有左投手單績超過10勝 而這年的橫斌再一次以第三名支持打進季後賽 金勇在季後賽第一輪的第二場先發登板 但一次受到雨天的影響 只偷了3局就掉3分退場 到了第二輪對上廣島 我原本預計在第四戰先發 卻又再次受到颱風的影響順延了比賽 拉米監督乾脆在接下來的那場比賽 讓金勇擔任後援投手 聖雅首次的後援登板就是在季後賽 而金勇也有著2局沒4分的好表現 最終橫斌擊敗廣島前進日本一大賽 日本一大賽上金勇擔任第二戰和第六戰的先發 分別投出6局11分和7局12分的表現 兩場各送出了10次和11次的三陣 這是史上第二次有人在日本一大賽上 連兩場投出超過雙位數的三陣 而上一位打成這項成就的就是07年的打比修友 可惜金勇這兩場的好投都沒有獲得棒球之神的眷顧 都是帶著領先退場 最後球隊卻沒能拿下勝利 最終橫斌就在基戰6場後敗給了軟贏 球季結束後台日韓三國職棒 舉辦了第一屆的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金勇也入選了這次的代表隊名單 接下來要說的,相信台灣球迷到現在應該都還有影響 金勇在賽會先發出賽就是面對到台灣 他主投6局只被打出3隻安打 然後一共在18格的數局數中送出了12次三陣 讓台灣隊打者完全沒有辦法突破 這也讓當時的我再一次體驗到了台灣和日本投手戰力上的差距 不過金勇這樣穩定的表現和成績到了2018年卻突然消失了 他在這年球季開始前收到了徵招參加日本隊的強化四合 回到球季後發現左肩有不舒服的感覺 於是一直到4月底才回到一軍出賽 不過回歸後金勇的表現和前幾年簡直是判若兩人 常常出賽頭不滿5局就退場 而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9月都還是如此 就在吞下了單記的第10敗後他也被移出了先發輪值 這時也有著許多媒體和球評都在討論金勇到底怎麼了 因為不論是在球速甚至被撤到的直球轉速上 相較去年全勝時期都沒有明顯的下滑 但每場被打出的安打卻始終壓不下來 較多的說法是認為金勇因為年初肩膀的不適 身體為了避開疼痛而無意識的改動了投球機制 造成不論是投球動作、放球點和節奏上都產生變化 而這樣的問題有時候真的也很難在季賽時修正 以至於金勇留下了進到職棒以來最差的成績 4勝11敗,只有84三陣,防御率高達6.80 就在這最低潮的時候金勇認為要是在這張西區下去 我的職棒生涯可能不會太長 於是他在球季結束後的秋訓徹底檢視了自己的投球 在投手教練的協助下修正了肩膀的運用方式 以及強化下半身的運用去分擔肩膀的負擔 金勇也為了在實戰中驗證新的投球機制 支援到澳洲職棒尋找手感 在澳洲他加入了坎培拉技兵隊 6場先發4勝0敗的成績 角速了鬼神般的0.51防禦率 送出57次三陣,只有一次的40球 就在順利闖當澳洲職棒建立了自信心後的金勇 在2019年球季力圖東山再起 教練團也看到了他修行後的成果 安排他擔任開幕戰的先發投手 而金勇就在這場比賽用8局無私分的好投霸氣宣布回歸 隨後在5月的5場出賽拿下了4勝,防禦率只有1.78 首次獲得了越界MVP 7月的明星賽也首次受到教練團的推薦而入選 到了球季末他也和前隊友三口俊上演了精彩的投手獎項爭奪戰 雖然最後沒能拿下個人獎項 但金勇還是繳出了個人生涯最多的13勝 170局的投球送出186至3陣,防禦率2.91的成績 各項成績都是名列前茅 而正點的橫斌也打進了季後賽 第一輪對上板身時,教練再次將金勇安排在後援出賽 不過橫斌最終還是輸給了普遍不被看好的板身無冤晉級 到了球季結束後,金勇也入選了年底的12強賽代表隊名單 這次他在對上墨西哥的比賽中主投6局只是1分,送出843陣 對日本隊拿下優勝有著很大的貢獻 12強賽結束後,金勇獲得了球隊的大幅加薪 他被加薪6900萬日圓,年薪來到1億3600萬日圓 成為了橫斌對史上年薪最高的左投手 今年的2020年球季,金勇依舊表現得非常穩定 截至目前為止9場的初賽至5勝3敗 送出了63次三陣,防禦率是3.23 不過在8月16日的比賽中再次出現了左肩不適 只投了3.1局就下場,隨後被放到二軍修養 目前遺失歸期未定,希望他能夠快點回到一軍的行列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是從什麼時候知道金勇這位王牌左投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